阿姨 阿姨 你没事吧 叫谁阿姨呢 叫姐 你会修车吗 我这车打不着火了 我还着急去公司呢 我试试吧 姐 你试试 行了 小姑娘 谢谢啊 下一次 请你吃饭 谢谢了 迟到了呀 还好赶上了 刚刚面试官又骂哭了好几个 听说提的问题都特别刁钻 怎么办呀 别紧张 听说少林集团最近新推出了 主打轻奢的全钻饰品 好像是以女性力量为初衷的 姐 好巧啊 你也来面试啊 阿姨 您都快四十了吧 这可是知名时尚公司 你看你 出门也不知道打扮打扮 还戴个口罩 不会是丑得见不得人了吧 你干什么 年龄大了就在家里呆着 再不行出门又拐 那儿有个保洁公司 你戴口罩这样 我觉得扫地阿姨好像更适合你 你早上出门是在厕所吃的早饭吗 嘴那么丑 姐 我带你去处理一下 你这是面试前做了项目吧 我和你一样 他们推荐我用这款地家庭光电蓝丸面膜 专外光电后层层受损的肌肤研制 凝胶气垫磨布不摩擦拉扯 不会造成二次伤害的同时 还能给红热的皮肤降温 会负面霜的铜圆成分 仿生复活草因子进行根源修复 十倍浓度的玻尿酸深度补水 这套复配成分组合权 层层强力修护项目后的肌肤损伤 缓解泛红干燥的皮肤 谢谢你哦 又帮了我一次 举手之劳 姐 这里虽然是时尚公司 年轻人确实多 但是面试还是要靠努力的 咱们一起加油 嗯 请问你们为什么要选择上林呢 理念 最新推出的主打亲舍的全撰视频 以女性力量为初衷 恭喜你 你别录取了 你故意的 用我准备的资料 不好意思啊 可是呢 职场就是这个样子的 赢就行了 过时是什么样的 不重要 你 别气了 就当是社会给你上的第一堂课吧 好大的口气 听说今天面试不成功 我公司还差一个高级心理的车 不知道你敢不敢信心 你公司 不会是什么家政保洁吧 瞎说什么呢 这可是我们少林集团的总裁 总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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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那些都是误会 我今天就是可以来考察新入职员工的脾气 像你这种自为是不懂得尊重他人的人工 怎么可以入职网上的呢 你可以走了 欢迎你的加入